但2017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单纯女孩》 听名字就知道这部动画的女主那是老单纯了 胖色欧派那是应有尽有 而吃一切还得从故事的超笨女主家子说起 她的笨很个性 以至于考试全部得了零分 她也觉得自己很厉害 毕竟选择题瞎猜都能完美避开所有正确选项 确实厉害啊厉害 而作为家子的青梅竹马小 民主很担心这么笨的女孩 以后要怎么找工作 不料家子根本就不烦恼 因为不找工作那每天就都是星期天 这逻辑666啊 所以后小民反驳 没工作就没钱 嘿 问题不大 没钱就买彩票 人得怀揣梦想 没有梦想的人就宛如一条咸鱼 不得不说 家子的逻辑好像又很有道理 最骚的是 她连后路都已经想好了 如果彩票不能中 那就嫁人呗 至于那个倒霉玩意是谁 就不用我说了 所以小民是从小到大就对家子充满敌意 跟这种蠢女人结婚 那怕是活不过三级吧 而看到这 想必大多数人就会单纯地认为 哎呀 这又是一部搞笑纯爱翻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 因为它是一部乐选战斗翻 至于原因后面你就知道了 但我可以提前放几个画面让你看看 例如这样 还有这样 这样 而每次家子感谢小民的方式 就是给他看自己的胖子 但毕竟是过神动画 其能让你随意看他 所以小民就很害羞 总会阻止家子做这种游怒智商的行为 小民对家子没有丝毫的怜向西域 在他的认知中 只要能让这个笨女还变聪明 他可以无条件去做任何事 但事实上 他从十年前就试图寻找 可以让家子变聪明的方法 可都找不到 而关于家子的寸 他妈也非常清楚 所以每天都以泪洗面地在小民面前装可怜 说如果家子可以跟小民搞在一起 就说放心了 但小民却直言 人类不会爱上猴子 因为家子最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香蕉 于是这妈妈就说出了 震撼我妈的一句话 那至少让他进化成人 哪怕香的人也可以啊 但这件事小民已经努力很久了 如果最后没办法跟随直接打死 不过只是犯罪 那就想你办法让家子犯错 一辈子去渠子待着吧 那就不需要操心了 可即便小民再嫌弃家子 都有一位叫沙耶香的女孩 觉得家子特别可爱 已是家子唯一的好朋友 而之所以会觉得可爱 当然是两人产生的共鸣 沙耶香的脑子似乎不太好使 因为在看到小民的手机通讯录 只有家子的电话后 沙耶香第一时间 竟然是觉得小民好可怜 于是决定成为小民的第一个朋友 而他的温暖 最让小民觉得自己被污漏了 但又没办法发脾气 家子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吸引小民的注意力 于是把泳装女郎的头都换成自己的 想让小民压不咬枪 对自己产生想法 但这些骚操作 最终坏来的都是被小民狠狠地揍一顿 结果这本贴满自己头像的泳装海报 就被他带到了学校 好巧不巧的是 学校正好有封纪委员长在做检查 于是家子小民就被公然点名批评 带这种东西来学校老乱封纪 小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没想要家子却直指委员长的欧派大喊 这么浮夸的欧派 才是捣乱学校风际 说完就迅速行动 勞捏了委员长的欧派 结果最后又是被小民狠狠地揍一顿 才消停 自古英雄救美永远是最吃香的套路 因为小民的出手足智 但委员长竟然对小民产生了好感 看小民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劲呢 脑子已经产生了些许的野生画面 我想脑乱你的风际 过来踏楼爱情漩涡的人 但智商都会逐渐夹则化 小民单纯以为委员长是来检查 有没有带违反风际的东西 就让他随便检查 可这句话到委员长耳中去变成 我的身体随便你检查个够 小民没有看出问题 但家子就看出了委员长的不对劲 果然才遇到情敌 家子的这脑袋总算是开窍了 而前面说了这是一部战斗翻 原因就是因为这番的角色 每一个都是武艺高强 为了能够检查小民身体 你敢说这不是战斗翻 最终这场战斗 以委员长流出鼻血而停滞 但看这最后的满脸娇羞 有问题 之前小民是没有半点女人缘的 所以家子不急 他妈也不急 但现在身边突然出现了女生 于是家子他妈为了女儿的众生幸福 开始对小民身边的女孩 进行检查防备 壁齿就是表面温柔 使得内心一堆扫扫作 为什么家子他妈这么了解壁齿 但是因为家子他妈以前也是壁子 这是他说的 我没有冤枉他 为了检查杀烟箱是不是壁齿 他用出以前正有老公的办法 对杀烟箱进行胖子检查 用家子他妈的理解来说就是 如果胖子是土的吊渣 就能证明杀烟箱没有够大小民的想法 好在杀烟箱真的是纯洁小天使 被家子摸拟两人轮番折腾 最终通过了考验 而家子一家的疯狂举动还不止这些 但可能小民今天无精打采 就想到妈妈的提神大法 于是小民就被绑住 说可以随意向家子撒敲 而小民的战斗力也不是盖的 即便手脚被扣 却也能逆境反击 而被打的家子却一点开心地表示 小民过来恢复精神 太棒了 但最骚的都不是这些 前面提过家子的智商几乎为负 但是老师却对家子一点都不放弃 为了让他能好好学习 甚至不吸满的一堆香蕉给他吃 所以我才开始辅导阅读了一届 老师问 女友和男友分隔两地 每天晚上饱含内睡 能努力生活 所以女友现在是什么心情 家子的回答也是震撼我吗 我是家子 女友的心情你去问他呀 漂亮 这个回答怕是 绝大多数观众想写 却不敢写的答案 而最骚的是 老师竟然被家子怼得哑口无言 因为家子当老师说出 他现在是什么心情 老师说不出 家子便反扣为主地表示 嘿你看 你连我心情都说不出 这阅读理解 你是怎么看出女友的心情呢 你的根据 你的理解呢 这回答 老师表示很干 而还有更骚的 家子说自己甚至无法理解他人 所以每天都才在玩呀 他很有知之之明 当老师用诏课书上的答案当别人 硬是去明白他的心情 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吗 本来是老师给家子的辅导 做就变成了家子给老师的原辅导 家子不进化成人就算了 却要对老师讲之打击 子飞猴安之猴之乐 漂亮 看到只有小明 才是猴王家子的克星 只有小明生日要到了 家子为了调查清楚 小明想要什么礼物 于是决定带队 前了小明坊间调查 正好被委员长听到 于是夜晚 他们就变成了猴远三姐妹 开始行动 所以家子会带着沙耶香浅怒 主要是为了让他处理下 小明设下的机关 看来小明为了阻止家子偷袭 是傻非苦心 但这真的是可怜的沙耶香 这个唇血小天使了 最后的最后 他们没有调查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反而委员长和家子 生风吃醋地钻进了小明被窝 而不小心吵醒了他 任务失败 但显然不亏血钻 而之前提到过家子 他们会消除任何一切 有碍于女儿追求小明的障碍 所以委员长自然也被列入其中 同样都是功夫大人 不得不说家子他妈将还是老的啦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就顺走了委员长的内衣 随后更是乾坤大挪移 轻松夺走了委员长的胖子 但这场战斗的最后却是平手 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 从全程目睹这场战斗的小明妹妹表情 可以看出那是相当雷人 本来我以为家子是整个番最笨的 但看到后面我才知道我错了 妹妹也是一个究极大笨蛋 至于原因便是家子每天都在玩考林分 可妹妹每天都在种地学习却也考林分 于是家子便经常拿这个事 要跟妹妹做朋友 毕竟都是笨蛋就会很好相处 所以家子对于自己是笨蛋 从来都是很有自知之明 而跟家子相处久的人除了小明 似乎都会受到他的传难 这个范围连狗都包裹在内 看到这个小白的样子 显然就觉得不太聪明的样子 更是在看到杀一乡家的小宝美后 纯心荡漾 全面唯一正常的物种也彻底疯了 故事的最后一期 我本以为是小明的心满释放 但却是故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明明家子天天是偶派胖子福利疯狂放送 只要小明想看 他是绝对不会拒绝的 但这十年来 这些情况却是在无时无刻的折磨小明 因为在最后一期 却是回忆小明跟家子的初次相遇 也就是十年前的第一次相遇 小明的战斗力之所以会如此强大 全都多亏了儿时的家子 初吻被家子夺走 各自在生命的时候 被家子以传染给他为由疯狂亲吻 但小时候的小明却根本打不过家子 每次都是绝对傻逼 而小时候的小明就已经想到了 继续跟家子接触的可怕未来 先不说成绩下降 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 光是最后如果被迫在一起 生下的孩子 岂不都是反足猴子 这才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所以是为了摆脱家子 他便疯狂主动 要看家子胖子 来让他讨厌自己 但这招却适得其反 以至于十年后 家子感谢小明的方法 就是给他看胖子 最后只要苦修十年 试图有天能够打死家子 而在故事的最后 小明也终于无可能地打出了全面最强一拳 完结洒话 这是一部每集只有12分钟的搞笑番剧 也是为数不多的福利番 却能有7.7的超高评分 就算大家都没有厌恶这些卖弄画面 那是因为我们人应该不会对猴子产生欲望吧 至于家子是不是笨 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不算 只能算是神经大条 而中间还有很多搞笑剧情 我没有过多拿出来讲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看过的人去补饭 还会有特别好的观影体验 另外我不敢保证所有人都会乐呵 毕竟有些人的想法可能比较严肃 这种纯沙雕的搞笑剧情会被人吐槽 也是很正常 毕竟任何东西都无法做到 每个人都喜欢 但是像这种评价 我不知道何时看一部动漫 一部电影还能跟智商扯上关系 也许我也是一个奔少年吧 我是少年 一文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点赞转发